城门丽雪 出处 宋史杨时传 是义 城 城仪 宋代著名的学者 丽 是丽 站在雪中 在城仪的门口等待 形容学生恭敬受教 尊敬师长 历史典故 城昊 城仪兄弟俩 都是北宋时期 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城昊 人称明道先生 城仪 人称一道先生 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 是称二成 他们为人正直 坐视严谨 到他们门下求学的人 特别多 杨时和游坐 便是其中的两位 杨时自幼聪明好学 反应灵敏 口齿伶俐 成年后 他虽然考取了近视 却淡薄名利 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 毅然放弃了高官后路 跑到河南隐昌 拜城昊为师 虚心求教 城昊死后 他仍然立志求学 刻苦钻研 又跑到洛阳 去拜城昊的弟弟 成仪为师 游坐 是杨时的好朋友 他们二人志同道合 经常就一些问题 秉诛夜谈 他听说杨时 要去拜成仪为师 便也不辞辛苦 与杨时 结伴而行 他们到了成家 正遇上 城老先生 闭目养神 坐着假睡 这时候 外面开始下雪 两人求师心切 便恭恭敬敬地 站立一旁 不言不动 如此等了大半天 成仪才慢慢 睁开眼睛 见杨时游坐 站在面前 吃了一惊 这时候 门外的雪 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 而杨时和游坐 并没有一丝疲惫 和不耐烦的神情 称一见了 感动不已 于是将自己的学问 倾囊相授 杨时和游坐 也不负众望 都成了保学之士 杨时更独创学派 是称 龟山先生 成长心语 俗话说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尊师重教的观念 提倡将那些 授予自己知识的人 当作自己的长辈来看待 这不仅仅是 对为师者的尊敬 更是对知识的尊敬 杨时 恰恰是尊师重道 和求学若渴的榜样 学习既需要 虚心和诚恳的态度 也需要有尊师重道的精神 人们如果失去了 尊师的精神 必然也就失去了 求学的恳切 这样的人 根本无法得到任何 有用的学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